今天凌晨,德甲终于也在四大联赛,相继开幕之后拉开了帷幕,作为德甲目前绝对的统治者,拜仁首先登场,主场迎战实力不算太强的霍芬海姆,虽然比赛一波三折, 并且中间出现了许多插曲,都这些都并没有妨碍拜仁取得胜利,不得不说实力还是有差距的,拜仁畏畏免开了个好头,拜仁在上个赛季结束后换了主教练,来自法兰克福的科尔齐,接过了海公共的教鞭,他对拜仁的阵型进行了新的改造,以前一直打4231,德拜仁被换成了4141,这套阵容与之前相比加强了前场的进攻, 而且在比达尔离队后,拜仁能用的后腰也没有很多,所以这套阵容看起来,还是很适合现在的拜仁的,前场来万依旧是无可代替的那个人,来万在世界杯上的表现不算很好,波兰也早早遭到了淘汰,首站来万还没有找到球门的位置,五次射门只有一脚打在了门内, 而且最喜剧性的是他的第一次点球,还被对面门将扑住了,依靠罗本越位补射才获得了重新发球的机会,来万终于顶住压力,打进了新赛季个人第一球,虽然是点球但也是开张了,再看来万身后的四个人,穆勒负责吸引对面防守,插空简陋, 地亚哥负负责组织进攻,李贝里和科曼一左一右负责突破,穆勒在德国国家队迷失了自我,失去了进球的感觉,但回到拜仁后一切都回来了,作为拜仁的福将,打进了德甲本赛季的第一力进球,找回状态的穆勒还是很恐怖的,不过让人担忧的是小将科曼,在上半场受伤离场,不知道伤势严不严重,在这个位置就只有老将罗本可以 替补了,罗本虽然技术还在,但替力问题,将会一直困扰着他,拜仁本赏后方没有首发大将胡梅尔斯,而是选择巨雷与小伯阿腾搭档,这样的后方真的不能让人放心,或跟海姆的邵洛伊靠着和队友的配合,轻松地搭进了一力进球,这个球的扑就难度不算很大,但诺伊尔却没扑出来,只能说状态还没有恢复到最好,总体来说拜仁尔斯, 拜仁的首战还是及格的,但是远远没有达到最佳状态,而且科曼受伤,科瓦奇之后肯定也会对球队阵容进行调整,很有可能变回曾经的四二三一。 德甲的今年整体的实力都不是很强,之前超过的一甲也因为C罗的到来而充满了人气,德甲要想取得更多的关注,全靠拜仁在欧冠的发挥了,这也是科瓦奇第一次执教欧冠,会有怎样的效果? 我们拭目以待,你觉得拜仁今年欧冠能走多远呢?罗掌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